残勇 有些人觉得好吃到尖叫 有些人恐惧到咆哮 残勇并不是我们传统认为的家残的勇 这货的名字叫做做残 做残生活在以辽宁为主的山上 和我们知道的毛毛虫变铺冷鹅子的原理差不多 做残小时候也是一只绿油油的毛毛虫 而它变成鹅子之后 可是这样颜值满分的鹅子 可是一旦成为鹅子 它的嘴就退化了 没有了吃东西的能力 因此寿命只有一周时间 它必须要完成一件 在你看来简直无法完成的任务 在一周时间内找到对象 可是吃货们不忍心看着 这样沉默的悲剧爱情故事发生 决定在他们变成残勇的时候 就吃掉它 你们太坏了 居然在我没办法动的时候吃掉我 虽然看起来难以下口 但相信我 残勇加热后拥有一种非常特殊 而诱人的香味 而且其中的营养 一不小心就甩猪肉鸡蛋 几条街 爆炒或者烧烤 真香 我是不白吃 我真是太有文化了